对不起啊 交办了吧 你们点了吗 小葵啊 如果你知道 有个人利用你的话 你会不会不开心啊 被利用啊 这个人这么机智 怎么会被利用呢 那万一你有一刻疏忽了 不机智了 被利用了的话 那你会不会开心啊 那也不能怪那个人 只能怪我那一刻不机智 点单 点单 服务员 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不想去你房间 叫你起床呢 我在等你一起去上班啊 等我 你平时不是晚一点 去公司的吗 我已经想清楚了 既然我作为集团的领导 就应该以声作则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和员工共同进退 同甘共苦 所以我以后每天都会 开车送你上班 这样不好吧 万一公司的同事们看到 应该会想很多 准备看 今天有什么安排 先去公司 然后等会儿给蓝主编 处理一个文件 我看一下内容 什么内容 给我看一下 嗯 你干吗 你又想从我这儿 套什么讯息 不看就不看 有什么了不起的 安城带 拿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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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 看到了 开车 呢 拿下车 呢 拿下车